而网购的实力呢也是非常的坚强 让很多的商家呢相继的投入啊 那么现在除了像PC Home啊 Yahoo啊这些非常大的通路之外呢 连灿坤都想要来分一杯羹哦 而且呢现在不但正式的抢进网购市场 就是点名Yahoo跟PC Home为竞争的对手 同时呢以后不是只卖3C哦 它包括了什么内衣库 它什么都要卖 而且呢人家给七天的鉴赏期 他说我多一天给你八天 没看错网络商品百百种 网购平台一家一家接着开 现在就连3C通路商也杀进网购市场 指名挑战拍卖龙头Yahoo和PC Home 竞赏期大胆喊出八天 还比法律期限多一天 我们的网销在月底已经开放式营运 那未来我们也不排除 会销售一些11柱型类的非3C商品 那目前时间点都在规划当中 原本只靠3C产品和实体店铺销售的3C通路商 不仅直接点名竞争对手 现在也正准备打出非3C类的商品 要来和其他网购通路大PK 看看这像是未来要贩售女性内衣内裤 还有十一柱型娱乐产品 这些通通最快三个月到半年 就可以在网络上买得到 很不错 因为可以多一个可以去比较的空间 最常使用的是Yahoo Yahoo比较多 Yahoo然后爱荷包 露天最近好像还不错 民众网购选择变多元 其中像是男性喜欢到 奇摩和PC Home来买3C家电 而女性偏好到博克莱 某某购物网 还有乐天 PayEasy来购物书籍和美妆产品 未来灿坤想和年营收超过130亿元 在台湾经营长达十年的 Yahoo和PC Home来比拼 等于两年内就要追赶上 两家销售额 才能坐稳网购市场 3C业者大动作 想分杯跟 还得先打败 早就已经占领市场的 其他网购大佬才行 中文新闻流量和黄树人台北 采访报道